在东南亚民俗里有这样一个恐怖传说 如果孕妇分娩于南城而死 必须用陶木钉刺入尸体后背 方可安葬 否则就会变成厉鬼 庞蒂亚那诅咒报复 今天介绍一部马来西亚恐怖片 庞蒂亚那的复仇 漆黑深夜 芭蕉淋漓 突然传来阵阵凄惨哭声 就此一场血在血长的复仇 也拉开了帷幕 风景乌化的小村庄里 卡里德和西蒂正在举行盛大婚礼 亲朋好友齐聚一堂 就连常年在外的老朋友也赶到了现场 可卡里德看到后 却显得很是慌张 为了顾全打局 他还是和对方开心地聊了起来 胡子哥未表心意 直接唱起了新婚祝福曲 卡里德听后内心却泛起阵阵涟 这是不演出的芭蕉淋漓 一位恶娜的红衣女子缓缓走来 然后又转瞬即逝 胡子哥沉浸在欢乐气氛中 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也没当回事 婚宴结束后就载着大兄妹驱车离开 此时已是深夜 空旷的路上漆黑一片 一男一女正享受着打情骂俏的欢愉 突然红衣女子出现在前方 胡子哥赶紧刹车 然后撞着胆下车查看 没想到远处的女人 却幽灵般若隐若现 吓得胡子哥就准备上车跑路 不晓得是车子突然抛锚无法启动 这是红衣女子再次现身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另一边的洞房花竹叶 新人正准备卧床休息 卡里德的儿子尼克 却一脸委屈地出现在眼前 然后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自己房间 卡里德见状急忙追过去询问原因 尼克怯怯地表示 自己在窗户外看到了红衣鬼 卡里德一位儿子在开玩笑 随便安慰了几句 就把尼克给糊弄了过去 原来红衣女子就站在房顶虎视眈眈 第二天早上膝底刚起床 就发现地板上残留着大量血迹 她疑惑地抬头看去 只见胡子哥早已被五花大绑 吊死在了大树上 这血性一幕下的女人大声尖叫 没想到这穿透里超强的女高音 却把村民全都招引了过来 无时看到此情此景说 光明消失 黑暗来临 魔鬼要杀人 还通过高深法力通灵到了背后原物 原来这一切都源于卡里德的风流运势 他对着卡里德说 洗净你的家门避免有冤魂 面对如此恶性事件 村长却认为这是强盗所为 让大家晚上紧闭门窗不要外出 吴师则反驳说 这并不是人干的 村民一听此话 都认为这是西地带来的诅咒 卡里德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 还为妻子放宽心 晚上睡觉时 一只惨白鬼手就爬上了男人的脸庞 而且还不停呼唤她的名字 卡里德被噩梦惊喜 起身来到客厅查看 却被浑身是血的胡子歌 吓得再次从梦中惊喜 西地看着色色发抖的丈夫 将其搂在怀里阿内 而红衣女鬼就静静地站在屋外 还将尼克呼唤到芭蕉里梦游 里边的巫师正摆着法身降妖除魔 突然发出剧烈惨叫 打破了死机野空 第二天巫师找到西地说 恶魔会侵害你身边的所有人 请务必洗净家门 邪恶的黑暗即将来立 由于西地驾到这里的时间和闹鬼 时间吻合 再加上很多孩子突然莫名其妙生病 村民指着鼻子就呵斥 使他带来了脏东西 这晚芭蕉林里的女鬼猛得一发功 卡里德的弟弟就口吐白沫晕了过去 不多时又翻着白鲁 好似被鬼附身一样掐走的妻子 由于惊吓过度女人当场流产 事后弟弟找到卡里德 责怪他当年不该犯下大错 自己已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的存在 西地听到两人谈话质问卡里德他是谁 同时还打听起了尼克的母亲 卡里德被吻蒙 随便编了一个谎言 就糊弄了过去 突然尼克房间传来自言自语的声音 卡里德跑过来一看 发现弟弟鲁扎正站在窗外瞪着自己 便急忙跑进芭蕉林寻找他 鲁扎说 我本以为喜心个面后 那件事就会过去 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这时他再次被鬼上去 发出不难不拟的怪声 卡里德意识到自己要大祸临头 把吉尔安顿好之后 就一路狂奔来到了吴师家求警 对方说野狗狂叫 小孩生病 此乃大兄之兆 我们这里来了西邪女鬼 这一定出自你们家人身上 卡里德无奈只得将实情说出 原来在他年轻时 仪仗英俊外表到处沾花惹草 还在一次舞会上 与风情万种的舞女一见钟情 两情相悦之时 卡里德许下海誓山盟 说一生只爱他一人 舞女满心欢喜信以为真 没想到对方却是个口实心非的公子哥 甚至为了甩掉舞女 还谎称父母已为自己订了婚事 让舞女先回老家 等处理好一切就与他联系 就这样舞女坐上了回老家的汽车 卡里德以为这段念人已经结束 又开始了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 没想到舞女竟挺着大肚子找上门来 卡里德虽有些慌神 但还是想到了一条妙计 他决定把女人骗到黑人所打胎 摆脱纠缠 一天夜里 胡子哥开车带着卡里德和鲁扎 向医院驶去 毫不知情的舞女觉察不对劲 直接下车钻进了芭蕉林藏身 没想到却因急火攻心生下了早产 由于孩子不哭不闹 舞女以为儿子早产夭折 赵马卡里德害死了孩子 还要将他的恶行公之于众 男人一听着了急 一把掐住舞女脖子 就送他上了西天 为了防止东窗始发 三遍把女人就地掩埋 没想到刚忙完 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为了弥补心中愧疚 卡里德就将孩子带回家抚养 也就有了现在的尼克 可舞女变成鬼也不想放过他 选在新婚之夜前来复仇 舞时听后明白了一切 原来他们在埋葬舞女尸体前 并没有用陶木钉刺入后背 所以他现在变成了 庞蒂亚娜前来索命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舞女尸体 重新将陶木钉刺入他的后背 方可消除灭顶之灾 晚上卡里德回家 准备叫弟弟一起找尸体 却发现村民早已把他家死死包围 他们的目的就是 向杀死西地破解诅咒 就在卡里德与村民拉扯之时 巫师突然窜出来说出了真相 村民得知卡里德是罪魁祸首后 更是诺不可遏 村长和巫师见状 急忙号召大家一起降妖除魔 此话一出村民一呼百应 便跟着卡里德一起找舞女尸体 此时的舞女已经变得国外情 经过一公鸡飞狗 降临火游奔 舞女则直接窜到鲁渣跟前 直接掐死了他 卡里德看到弟弟领了盒饭泪流不止 虽然舞女被卡里德害死 但他还是不忍心伤害这个负心汉 卡里德见事态有所缓和 直接将陶木钉刺入了舞女胸口 由于插错了地方 舞女不仅毫发无损 反而带着深深恨意 将男人开肠破肚 随后舞女来到卡里德家 此时西地正抱着尼克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尼克担心舞女伤害心吗 甜甜地叫了一声妈妈 舞女的心瞬间被融化 抱着儿子喜极而泣 为了儿子更好的生活 舞女放下了心中仇恨 将陶木钉交给西地 决定让他刺进自己后背终结一切 看着心爱的儿子 舞女魂魄化作里里 青烟慢慢消散 电影结束